就还是想请教有关反渗透法实施的问题 因为反渗透法实施之后 台湾人现在到大陆发展 反而像是在铤而走险 尽管大陆不断释出对台措施 但是两岸没有政治基础 将会影响到民间交流 那想请问说大陆有没有因应对策 谢谢 我想啊 首先你不要误解 不管台海局势 怎么风云变换 我们推动两岸民间交流的政策和举措 我们不会停 这个不会断 也不会少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想怎么去反制反渗透法 对两岸交流的破坏 我想啊 我们台湾同胞也要首先自救 我不相信台湾同胞 多年追求民主自由 任由这样一部恶法 捆住了手脚 你可以向岛内同胞进行呼吁 谢谢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